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他是豬腦袋 今天早上我看這個財經電視台 他在播那個畫面 就看到拜登坐在那邊 在幹什麼 打疫苗 接種疫苗 當然這個是好事 他是新任的美國總統 還沒有登基 對不對 他接種疫苗是有一個很大的象徵意義 讓全國的老百姓看到 你看連總統都怎麼樣率先施打疫苗 沒有問題 非常好 因為美國好歹也是兩三億的人口 對不對 大家都打疫苗的話 至少這個病毒就沒有辦法這樣猖狂下去 是好事 但是我看到那個畫面的時候 我第一時間其實我是非常擔心 老船長擔心什麼 因為拜登年事有了 就他不是年輕人 對不對 那我們知道施打疫苗 他一個基本的原理就是 把病毒打到我們的體內 讓我們的體內 讓我們的體內對這個病毒 記住 產生抗體 對吧 那有沒有打疫苗 然後發生意外 甚至往生的例子很多嘛 對不對 那有的很多都是這個年紀比較偏大的 他自己可能也有一些老年的慢性疾病 我心裡就在想 但我不是烏鴉嘴 我的意思是說 我心裡 因為我們做分析師 我們就是對很多東西就很敏感 你知道嗎 我就怕他打了疫苗 萬一怎麼樣 不怕一萬 只怕萬一的時候 欸 後面的事情你們自己想 我也都不敢想啊 大家懂意思吧 所以我要表達的就是說 來股票市場 沒有那麼容易啦 很多的老師把賺錢大賺 一直賺 你們跟著我賺 這種話一直掛在嘴巴上 我就覺得說是 很不好的一個示範 其實大家都知道來股市是很難賺錢的 對吧 那那種口口聲聲說 很好賺 天天賺 永遠大賺的 你去參加 我相信都有很慘痛的教訓跟經驗 都是被騙 對 老船長 我們這種經驗非常多 還不只參加一個 對啊 那現在來到一萬四千多點 你告訴老船長 這個風險是越來越大呢 還是越來越小 操作難度是越來越高呢 還是越來越低 老船長 你不是講廢話嗎 小朋友都知道啊 風險大 難度高啊 對嘛 那我們之間算是達成共識了 對不對 那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怎麼可能天天大賺 永遠大賺 這麼好賺呢 表示有人在說謊 何必咧 因為這樣子你錢輸光了 你就完完了嗎 是不是 現在這個 啊 病毒這麼猖狂 要找工作 你認為容易嗎 我常常講 再去工作 一二三四五六年都瞪癌 你認為你找得到工作嗎 你又有年紀了 現在人家年輕人才用 對不對 年輕人都不見得找得到工作 何況是 你有在操作股票的 多少都四五十歲以上了嘛 對吧 都已經到了退休的年紀了 怎麼還去找工作呢 所以自己要把自己的一桶金顧好 大家都不是白活的啦 你不要被人家那種甜言蜜語啊 好歸去 那你還要去怪人家 是不是 老船長都有在教嘛 所以看我的節目 不錯啦 這一集 幫小弟按個讚 然後分享給你朋友 因為你朋友可能也 被騙得很慘了嘛 那我現在就用股票來證明 為什麼操作難度變高 風險變大 我們首先來看一檔股票 叫做什麼 對 叫做台達化 你如果今天去追台達化 那當然就是 玩了一個蛋 招了一個高 這沒話講吧 船長有眼睛都會看 可是 你台達化買這邊 你可以大賺 如果你買這裡挖到這裡又大賺 老船長鬼才知道這邊要買 對嘛 那麼容易嗎 了不起給你這一天大漲你進去買 對不對 甚至套在這邊 今天有機會給你解套 你還是有機會賺錢的 但是難度高不高 高 風險大不大 大 就是你們有沒有發現 最近都是股票都是這個樣子 台達化算是不錯的 這邊還給你跑 給你賣 給你賺 差一點的 等一下 這個就低一點了嘛 台達化在這嘛 它是稍微低一點嘛 它昨天很強啊 但是漲停被打開來 今天其實就不是很妙了 我說過 像塑化股它不是主流 今天資金慢慢流回電子股 我昨天坐在這邊跟大家說喔 我還是做電子股 我看好電子股 我沒有說做塑化股不會賺錢 我從來不會這樣講 因為都是股票嘛 都有機會賺錢嘛 何必我們做電子股 然後就說塑化股不好 很多老師很奇怪喔 他帶會員做電子股 他就罵傳產股 他帶會員做傳產股 他就罵電子股 我真的搞不懂這是幹什麼 對不對 股票你有本事帶會員買 不管你買什麼股票 甚至你去買虧損公司 你只要讓會員平安進 平安出 然後賺錢 你就是好老師嘛 有規定說虧損股不能買嘛 那乾脆主管機關就規定 不准交易嘛 可以買嘛 風險比較大嘛 大家了解意思嗎 喔老船長你講的很有道理喔 都沒有頭顧老師這樣跟我們講 對 因為他們節目就是完全在 想辦法招收會員嘛 那我的節目就拼命的教你們 怎麼樣不被大魔頭控制嘛 你看看 這一來一往差很多 人家拼命在收會員啦 對不對 我在那邊教你啊 怕你啊 真的到時候連工作都找不到 喔好 那塑化股今天是這樣子啊 對不對 還有更砰的咧 這鋼鐵股啊 昨天中紅殺下來 對不對 哇今天又復活 但是早上你會不會賣在這 很有可能嘛 甚至他開盤往下打 你嚇得要死就賣掉 他尾盤又拉起來 你就氣死了 請問各位觀眾 這個操作難度高不高 風險大不大 你套來這邊風險大不大 欸老船長你解盤很清楚 那個邏輯喔 聽起來很舒服欸 不是像很多老師不知所云上來胡說八道 股票輸得一塌糊塗也不停損 欸我知道很多人有這一支股票 你們記不記得前一陣子在這邊 很多頭顧老師在喊圓鋼啊 你們記不記得 然後都買在哪裡 買在這裡 因為這下面爆量看到沒有 買在這裡 這裡很多頭顧老師帶會員買圓鋼啊 我不知道你中獎了沒啊 就跌死了 那股票跌沒有什麼稀奇的嘛 裡面也不是沒看過股票跌 那老船長你要講什麼 我不是常講嗎 你帶會員操作股票 你要顏色停損 主管機關有三聲五令在規定 那很多老師他股票一直叫 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 他不停損 你套了喔 乖 什麼什麼時候解套 你知道 去聽蔡琴的一首歌 陳明曲 叫做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對 你就會解套了 知不知道抱著不要急 是不是 又不是世界末日的 總有一天他會長回來的嘛 對 你覺得呢 你花錢參加頭顧老師 主管機關還嚴格規定 帶會員一定要顏色停損 像這種股票 你知道 我知道很多人是套在這裡 這個不知道跌多少趴了 不設停損 你套在這邊就是你算你倒楣 主上沒積德 我呢還有新的豬腦袋要招收 新的豬腦袋進來 我再叫他買別支 別支 別支 啊這麼多支 總有漲的 拿出來表演嘛 這樣各位懂了沒有 只有我在教你們 你不要傻乎乎的 你參加一個老師 他叫一堆股票 然後都不停損 就是有問題啊 他擺明的就是怎麼樣 不買主管機關的帳 他也把你當豬腦袋 就這兩件事情就講完了嘛 但是話說回來 你心甘情願的 你回想一下 你當初為什麼會參加他 就是因為相信永遠大賺 天天大賺 只會贏不會輸 這種鬼話節目嘛 在那邊胡說八道嘛 對吧 好 那鋼鐵股掛了沒 看起來好像沒掛 說話股呢 也意猶未盡啊 對不對 還有什麼 航運股嘛 哎呀 最近就這三個最紅嘛 看一下 今天這個長龍 他表演一招 對不對 哇 神龍百尾 拉上來 告訴你 我還沒有死 我還沒有掛 好戲還在後頭 OK啦 我們也相信你了 但是套在這邊的 就有點毛躁了 對不對 什麼 老船長 結束了沒 我認為還沒有啦 雖然我們沒有買航運股 但是我 我再講一次 我們不會因為說 我們做電子股 然後就罵航運股不好 買航運股就怎麼樣 不會賺錢 那這個有眼睛都看得到啊 這不會賺 這個賺翻啊 怎麼沒有 但是我要做一個總結 在節目的上半段 航運鋼鐵 以及塑化 他們雖然都是不錯的股票 也讓投資人這一波賺了很多錢 對不對 但是一旦他們主流的地位 退去的時候 畢竟他們本來在股市 就是非主流 主流就是電子嘛 那電子線稍作休息 那這些一旦 量縮 退回它的原型 非主流的時候 你自己就要小心了 我的意思是這個樣子 下半段節目回來 我們要分析 明年第一季 會有大行情的股票 導播 像是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關鍵 顧德頭顧老穿帳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德頭顧諮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 顧德頭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 起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響操作 為您累積財富 金融市場 委居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 更專業的團隊 等你您避開風險 再創財富巔峰 顧德頭顧 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9800-555-808 那麼 大家看 韓國廠開了第一槍 對不對 8寸晶圓代工 明年首季寒漲 那這個內容 就有一個重點 我們請導播照最近 這個重點就是 美國 他要怎麼樣 對中芯 國際這家公司 中國大陸最大的 晶圓半導體 下重手 大家都知道 中芯國際 他的技術不如台積電 報紙都有燈 你不知道有沒有在看 老船長 這個基本常識我們知道 其實你去看 這個從川普開始 拜登會怎麼做 我們現在還看不出來 所以也不要去講說 拜登一定怎麼樣 那個我覺得都是狼鐘 那鬼扯蛋 對不對 川普他先打華為 因為華為大家都知道 最重要就是賣手機 賣到怎麼樣 哇 市佔率第一名 中國大陸 對不對 在全球也佔有一席之地 那我是美國 我讓你的手機 賣的壓過我的蘋果 那還行嗎 找一個原因 就是你這個會危害 我這個國家的安全 所以華為就被打掛了 這一段大家都知道 當初人養馬翻 華為概念 骨蝶的亂七八糟 大家都知道 對不對 好 那是因為華為 他賣的就是產品 你手機直接拿出來打 對不對 好 第二步 要打什麼 打你中芯國際 因為你中芯國際 是晶圓代工 我說過中國大陸 一直花很多的錢 砸幾兆的錢 要來救他的半導體 因為他現在 就是很悶 你知道台積電 一定是跟美國合作 台積電不可能 跟中國合作吧 對啊 老船長 好 那美國就不怕了 我有台積電 我怕什麼 世界第一就是台積電 對不對 蘋果的晶圓代工 這塊誰做的 當然台積電 對不對 那你中國大陸 比不上台積電 那怎麼辦 你們告訴我 老船長 我們積極發展 對不對 中芯國際就搶能大戰 就把你看台積電 就挖高階人才 就去 但那個都要時間 不可能說 哇你八吋 跳十二吋 往上有幾奈米 這樣 那個都需要時間 好 但是美國的想法就是 我不讓你怎麼樣成長 我盡量去打壓你 對不對 我美國的設備 因為你要做晶圓代工 你要有一些設備 這設備 高階的設備跟誰買 還是跟美國 美國還是厲害 所以台積電 你說他多怎麼樣 他也要聽美國 美國機器 對不對 不賣你的時候 你還有一些軟體 你就掛了嘛 所以 好 那中芯怎麼辦 他就被掐住了嘛 是不是 那你要2025 中國製造 或是你要 半導體要怎麼樣 後來居上 老美不會讓你 那麼稱心如意的 那這麼一來 那你中芯怎麼辦 你出不了貨 那八吋晶圓 當然 硬生就喊漲 因為你中芯國際的水準 就是在八吋晶圓 晶圓嘛 那台灣 大家第一個想到的是誰 就是聯電 對不對 那轉單會從什麼時候開始 現在才開始轟轟烈烈烈打中芯國際 所以當然是明年第一季嘛 所以聯電的營收 你們注意看 還沒有看得太出來 太明顯 這邊都兩位數字成長 明年的第一季 可能就會有怎麼樣 大幅度的攀升 也難怪 連電的這個股價 大家看嘛 這個是一千兩百多億的股票 股價水漲船高 那你說到這邊就結束了嗎 這裡才五十一塊 外資看六字頭 我們的分析師 是不能夠看目標價的 主管機關要罰 因為我們沒有資格 雖然我們有證照 他們的沒有證照 但是他們可以目標價 可以看目標價 你不要問我為什麼 你去問主管機關 反正我們就要遵守規定 我只是告訴你 外資看六字頭嘛 對不對 那你問老船長 我只是覺得說 蠻合理的 因為 應聲大漲的時候 這個價格 我們請導播照鏡 要漲多少呢 來來來 這邊請導播照鏡 2021年要調漲10到20% 那很多 你以為晶圓代工一片是5塊錢 還是台幣10塊錢 那個金額是天文數字 對不對 那台積電就負責做高階的製程 比如說這個7奈米以下 比較十幾奈米的交給你們這些 那大家都知道 8吋的天下就是聯電的天下 是不是 台積電你就是高階的 那這個8吋的讓我來嗎 這一定是這樣 所以一定是含漲的 那你說聯電走完了沒有 我認為聯電 當然沒有走完 對不對 那你說 它會像有些標股 哇一下衝這樣子 然後 那你最近心臟怎麼樣 我剛剛一開始 不是講幾檔股票給你看 哇衝了又殺 像今天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心臟都要很強的 各位看一下 這個都是這種線型的 你受得了 你心臟受得了 衝高追啊 殺下完蛋了 當衝再把他認賠 停損完之後 神龍白尾又上來 又沒死 有人可能尾盤又去追 追著明天他要給你開D 然後又往上拉 我跟你講你搞死了 你不要跟我講說這種股票多好做 很難做啦 只有那些頭顧老師每天告訴你賺錢好容易 叫你趕快去找他 你當初不是這樣被人家吼進去的嗎 對不對 所以我說你開大門走正路 我講話你才聽得進去嘛 對吧 那像這種股票聯電 你說 他股本一千兩百多億 你要買八千張 一萬張三萬張 隨便你買 你要真正賺錢 就是說你們如果在看我節目 你的資金很大 你是幾千萬 甚至幾億在做的 難道你去買那個很小的股票嗎 跟那種老師 沿路都不停損的 小股票漲的時候很好表演 都靠那種招收會員啊 我就知道那些會員收進去 就準備等死完蛋了 你知道嗎 他們就是這樣在搞 我也很清楚 所以我比較偏向去買那個稍微 至少要有量的 比較一天成交下來 才幾百張那個很難搞 對不對 至少要幾千一兩萬 這最基本的 那聯電今天量縮嘛 十三萬張 如何 對不對 量縮還有十三萬張 當然我知道頭顧老師 比較沒有在看好這一種 那我知道你們最近 已經被這個盤 一下塑化一下鋼鐵 一下這個航運 搞得七分八數的 最高殺低最高殺低 哇 錢已經快要光了 可是後來你們回頭一看 你只要抓到一個產業 這個產業是漲定的 然後怎麼樣 又是龍頭股 那放眼看過去 就是老船長講的嘛 晶圓代工嘛 因為這個大家都知道 對不對 美國打完華為就要打中芯國際 打中芯國際 聯電就受惠 那聯電受惠 它的EPS就會往上拉 往上拉 它股價一定會怎麼樣 往上走嘛 在外資看六字頭嘛 我有沒有說我看 外資看六字頭 今天多少 46塊1嘛 老船長 我跟你講外資都騙人的 對 我跟你講 我也講過很多次 外資的目標價 有的時候來 有的時候不來 來的時候 你們就說他沒騙人 對吧 沒來的時候 你們就說他騙人嘛 對不對 那老船長 我們該怎麼辦 所以來與不來 你自己要會判斷嘛 我剛才已經告訴你了 漲價漲定了 第一季就一定漲了嘛 大家都在搶 怕搶不到你知道嗎 台積電的訂單 不知道買到哪裡去了啦 到後段班 這個八寸經驗也是啊 都第一季都已經買了 要到第二季去了 當然你就知道買 做生意嘛 供給跟需求嘛 供給吃緊 需求那麼多 那而且現在還有疫情 各位觀眾 那疫情 你會接種疫苗 慢慢好的話 整個復甦起來的時候 那你要用貴的 貴求訂單啊 是吧 因為晶圓代工這一塊 不是說你 阿貓阿狗要來做這一行都可以 你開什麼玩笑 那個投下去的錢都是幾千億的 所以你看這幾年 有冒出新的廠商嗎 沒有嘛 讓大家了解吧 他們苦哈哈的時候 也連電也苦哈哈過啊 也不是沒有啊 對不對 十塊多啊 但是怎麼樣 媳婦熬成婆嘛 老船長為什麼這樣 因為大家對晶圓代工的需求量 暴增的原因 我講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什麼 車用電子嘛 以前的車子哪有什麼電子啊 對不對 全世界有多少台車 所以這一塊的怎麼樣 爆發性的需求跟成長 這是讓很多的怎麼樣 晶圓代工會吃緊的原因嘛 不然都手機手機早就有手機了嘛 對不對 那電動車並不是 家家戶戶都有 你們家有電動車嗎 老船長你講的是真的 所以我的節目很簡單 對不對 那你說股價會不會漲 你不要每次等到股價漲起來的時候 哎呀好後悔 老船長講得這麼清楚 而且我們去查證都是真的 只差股價還沒有來到外資看的目標 就我們以前對外資就印象不好嘛 那我給你解釋 有時候來有時候不來 自己判斷嘛 我的判斷是 外資這次的目標價 我覺得還定得蠻保守的 那時間一旦過去了 你不要到到 馬上過幾天就第一季開始了 那什麼股票會先衝出去 而且指數你要再往上衝的話 一定是全值股 台積電跟怎麼樣 聯電勢必要的 剛好符合怎麼樣 對市場的供給跟需求 我很感動的就是 最近很多朋友幫我第一個按讚 第二個就是說 我常講你有智慧跟勇氣看我的節目 智慧的話就是你不喜歡看大魔頭的節目嘛 對不對你喜歡看開大門走正路的 那勇氣就是最後你要拿起電話 否則我沒有辦法找到你 你也沒有辦法跟我一起作戰 對不對 不要小看這個動作 很多人看節目很害怕 不好意思拿電話 又怕被金光檔騙 因為以前被騙了很多次了嘛 對不對 你相信老船長 我要求我的助理 通通都不能夠騙人 五四三二一 不要等行情過了 你才拿起電話 開始撥打 本投股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價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